OK 那咱们这个iwis16β7 终于发布了 终于β7了 这个家伙 那我简单体验之后 我发现β7了之后 真的是比β6的时候要丝化很多 整体非常的柔顺 非常的舒服 大家看在咱们这个锁屏的界面 咱们按住的时候 这个切换的这个柔顺度 要提升了非常多 as you see 咱们挑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这样大家看到可能会清楚一点 然后咱们上滑下滑 然后搜索什么的 都是非常的快速 这个整体的柔顺度 可以说是在这个iwis16β2之后 提升最明显的一次 另外其他的变化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真的这个改变非常的少 但是也有一些咱们上一次 iwis16β6里面遗留下的问题 比如说播放咱们的音乐的时候 Apple Music 咱们随便来一个 咱们这边开始暂停播放 那β6的时候这两个图标 省光灯和对焦相机 这两个图标 它会在咱们点击的时候 同样的一起跳动 但是这个bug在咱们这个β7里面 是被苹果非常轻松的就给它修复掉了 然后其他的就真的没有什么了 反倒是咱们的阿帕德 它这次更新幅度 我感觉更大一点 比如说咱们进入设置之后 这个iPadOS版本 直接跳到了16.1 跳过了16.0 另外整体丝滑度 确实跟咱们的iwis16β7一样 也是非常的顺滑 比如说咱们打开了前台某堵 把前台某堵打开了之后 比如说咱们打开咱们的Safari 这时候咱们的前台某堵 还是有一定的八卦 但是咱们在调整页面的时候 整体柔顺度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质的提高 尤其是在咱们Safari里面 咱们再点击Safari的图标 点击之后 这左上角有一个加号 咱们点哪个图标 点击这个加号 就会新打开当前软件的一个新的窗口 比如说咱们打开备忘录 在这个状态下 再点击备忘录 然后再点击这个加号 咔嚓一下子 又来了一个新的备忘录 这个功能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再打开提醒视角 咔嚓一下子 然后再点击这个加号 又一个新的提醒视角 然后把侧边栏给它调出来 关闭 调出来 调出来 其实我们只要点 应该还有一点大灯 但是比之前要好很多 因为当我们在竖屏的时候 想要把它做成非常完美的 四等分的时候 这个也是要比之前流畅了很多 比如说我要打开四个页面 咔嚓一下 直接就是四等分 非常的完美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在YouTube上学习 这些非常有用的指示 然后我想在这边边记笔记 然后边看小视频 就把这些那种好好的整理一下 就这种情况下 咱们省这个四等分的时候 现在整体体验真的有了大幅度的地上 然后有人土度 比如说想要做新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添加进来 然后在这里突然想搜索一下 比较有用的知识 这时候也可以通过咱们 人类的智慧的最新的科技 智慧大脑 Google搜索引擎进行搜索 这都是可以的 最升级到iOS16β7之后 整体的流畅度带给咱们非常实用的提升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我给大家这样看的话 苹果的计划意图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咱们24号 8月24β7 8月31号β8到9月7号 正好发布咱们的RC版本 苹果如果真的可以在9月7号 进行发布会的话 我个人感觉这个真的是双心灵门 9月7号发布会 前一周 这时候熊S又要上学了 它的暑假终于结束了 但是最近我发现 咱们人类的基因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它的暑假作业 这两天正在着急忙慌的在写 把这一个月的要在这两天全部给写完 所以他现在跟我小时候一样 真的非常努力的在写暑假作业 不是暑假作业 写上 związ的感觉 有在写暑的工作吗? 嗯 我给他下面就进入咱们今天的 想问一下大伯TV 家里墙上的壁画是在哪里买的 感觉很带感 这个画是波罗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Vlog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然后这位朋友 Vector Levinson 他问我看了分手的决心吗 看了这全都是苹果产品的广告 这位朋友耳朵你啥时候才跟Model 3的详细测评 等ing 详细评测目前来讲我感觉这个有点太早了 但是我正在测试Model 3和Aunico 他俩的重驾驶对比 为了测试重驾驶它整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还购买了这个人形的充气娃娃 我机器人那里面 那个电影里面的这个机器人 可以说是1比1复制的 这位朋友这脸的大家看 有鼻子有眼的 非常带劲 然后这个身材8块腹肌 一远看就是一个非常纯正的爷们 非常爷们 这个别玩笑 别看他有8块腹肌 但是非常的软 我为了把它给支撑起来 费了劲了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荷兰 旺财 识别成了旺财 哦 哦 耶 好嘞